各位好 欢迎收看台湾演绎 我是胡婉玲 那么长期以来台北往来宜兰之间 至少需要两三个小时 单单一个单程就要花掉半天的时间 直到有了国道5号蒋渭水高速公路 台北到宜兰的时间可以缩短到不到一个小时 彻底改变北台的运输状态 因为山脉的阻隔 这个国道5号可是打通了好几个隧道才完成的 其中全台最长的隧道是雪山隧道 长达12.9公里 全后却花了15年的时间 一直到2006年6月才完工通车 那么为什么打通雪山山脉这么样的艰辛呢 这集台湾演绎要为您介绍 这世界级的工程雪山隧道 宜兰为处台湾东北部 北边及西部雪山山脉围绕 南方则有中央山脉屏障 蓝阳溪从两座山当中 蜿蜒流向太平洋 河流冲刷形成肥沃平原 但因为高山环抱 对外交通不便 只有平普族葛马兰人世代在此安居乐业 直到18世纪末 汉人无杀才率众沿着海岸登陆葛马兰平原 清岭时期 老百姓多是川山越岭 在芒草丛林批出多条山路 形成路网 也就是今日所称的淡蓝古道 日治时代 日本人进一步扩建调整路线 成为北宜公路的前身 但当时仅是就地取材的泥石路 单线通车 直到国民党来台后 在北宜道路铺设柏游路面 并拓宽为台九线 成为台北往返宜兰的主要道路 台九线是弄到大概两个半小时可以到 两个半小时是一个晕车的两个半小时 因为我把它算过了 那个排九线四百多个弯 弯到那边大概人也已经分头转向了 全长五十八公里的北宜公路 山路崎岖 著名的九弯十八拐 经常发生车祸意外 甚至传出灵异事件 用路人开车经过 无不提心吊胆 五十年前都要经过那边 都要去旁边乘船 去旁边一旁坐 那边就 过路线嘛 不过就跟他压 至于1979年通车的滨海台二线 是为了配合十大建设的苏澳港扩建计划 增加对外公路运输能量 并改善南洋地区交通 从基隆到苏澳 路线规划将近北宜公路的三倍 车程更加费时 而且砂石车往来频繁 因此各界开始期望 新建一条更平安 更快速的替代道路 1982年 省议员游锡坤提案联署 打造贯通山脉的台北宜兰快速道路 时任省主席的李登辉 承诺展开规划研究 在规划的过程当中 一方面是地方促进的 一方面省政府 虽然李登辉先生愿意接纳 但是省政府的部员 他们是推山主事 欲去欢迎 没有用心去转叹 当年公路局认为 这条新路沿线地质恶劣 投资效益低 因而推动进度牛步 延档整整六年后 1988年 因为隔年要改选县长 是解除戒严跟党禁后 首次大型地方选举 国民党籍行政院长 于国华视察宜兰时 公开宣布新建 南港宜兰快速道路 随后设立工程筹备处 1989年 升级并改名为 北宜高速公路 从台北南港到宜兰投城 全长31公里 学学一开始的话 从那个 一开始我们是叫做 南港宜兰 叫南宜快速公路 那南港宜兰快速公路 宜兰人不高兴 说我是宜兰县 你那是南港镇 你把我矮化 所以张建邦部长 把改名叫做北宜 台北县跟宜兰县 北宜高速公路的路线规划 南港到平林 路廊单纯 至于平林到头城段 因为考虑坚固开辟蓝阳平原 当时拟出三条路线 不少宜兰地方人士建议 路线思考必须纳入地景特色 甚至希望出口方向 能朝向当地引以为傲的地标 龟山岛 我们的经验 宜兰大多数的人经验 就是说北宜公路 然后九万十八百 到十排九百二十八 那站在上面会看到 龟山岛 太平两根蓝两平 那个叫金面大关 那个叫金面山 金面大关 看起来很漂亮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水山岛到出口 能够看到太平洋跟卫山岛 国防安全 工程专业 和环境保护的种种考量 最后决定从头城出口 为了避免阳光直射 让驾驶人产生炫光问题 头城端的出口设计 特地往南为侧 雪山隧道是北宜高速公路 关键工程 有三分之二位于新北市平邻区 初期被称为平邻隧道 但引起地方政治人物不满 直到2000年 担任总统的陈水扁试查时 正式命名为雪山隧道 才让争议落幕 然而雪山隧道长达12.9公里 当时是台湾和东南亚 第一长公路隧道 在世界公路隧道排名 也高居第四 到目前都还是全球规模最大的 双孔隧道公路群 除了两座主隧道 还有岛坑 八座车型联络道 以及28座横向人形联络道 12个横向通风隧道 6个通风竖井 大大小小一共58组隧道 这对当时的台湾隧道工程来说 是极大挑战 那时候海人还出了 比较特意的想法 比如说 那时候譬如说北韩很没挖隧道 那时候北韩有挖南边界的隧道 各种技术 还有人起来说 是不是可以找他们来挖等等 这都是一个想法而已 并没有去执行这个事情 换句话说 这样找遍的最后结果 很多国家 很多工程公司 他们最后觉得 也是困难非常 困难重处 所以我们自己把它接下来 最后由当时隶属行政院退府会的 农民工程事业管理处 扛下施工重任 政府还找了国内外专家研究该使用何种工法 多数隧道工程使用砖炸法 也就是把炸药埋在砖孔中引爆破碎岩石 就这样一段段的往前推进 但缺点是施工速度慢对环境冲击大 当时评估一个月大约只能挖掘50公尺 以雪山隧道12.9公里的长度 即使过程极为顺利 单向施工需要20年以上才能完工 评估的结果 那时候台湾也没有用机械 现在国际局势已经都到用机械开挖 我们不妨试试机械 既然这么多欧洲人也都支持这样的一个看法 国外专家提出建议 可以用全断面隧道钻掘机TBM 这是当时最先进的工法 一个月平均可挖掘350公尺 如此一来工期能缩短到七八年 TBM的原理就是它是用旋转 它有一个刀 有一个旋转盘 上面有很多切削岩盘的削刀 所以它在旋转的时候 削刀就会打那个岩石 就会把它切下来 因为岩石本身有很多岩石裂缝 就打下来 打下来以后它就变成碎块 就顺便把它捡进去了 这是很好的一个施工设备 这个在过去在欧洲用了很多 像樱花海峡隧道 在立委陈定南率领下 抗议民众10点40分就抵达经济部 不要误判宜蘭县的民情 我们也希望台数不要低估宜蘭县 反六清的决心 工程准备看似顺利 却又出现变数 1987年 宜蘭县反对台数设六清 县长陈定南还与台数董事长 王永庆电视辩论 隔年台数放弃设厂 没想到在1990年卷土重来 行政院拿这条路 要求宜蘭同意台数设立六清厂 他们一塞宜蘭 要给宜蘭六清厂 那已经换成我当县长 我就反对 就继续前任的县长下去反对 结果那最后反对 他们又把这个预算 这个要编列的五十亿千步 就是1992年度的预算 全部删掉 宜蘭坚持拒绝六清 地方人士北上前情 经过多方努力 让北宜高建设计划败布复活 1991年7月15日 北宜高工程终于开启第一步 雪山隧道正式开挖岛坑 导坑的作用是说 他先跑前面 先去探地质 第二个他有水的话 他会先理论上水会先跑到那边 因为你动过 老动过了 然后以后 完工以后 他会当作湖湖隧道 比如说救济隧道 透过地质探勘 掌握雪山隧道位置 处在断层带 沿线通过六条断层 其中五条密集的分布在头层端 这一区 还有极为坚硬的四棱沙岩层 地质破碎 加上岩层中 蓄积大量的水 让工程团队小心翼翼 要从哪一端最先开挖 也是雪问 那我们的雪山隧道 刚好我们是从 头层这边往平岭打 我们是逆坡了 这样水才能够流出来 那我们要提边 这个就在 刚好这一段就在 我们的这个 头层端是一个 很破碎的沿盘 我们遭遇到五个断层 尽管知道将面对 南禅的断层带 因为头层端定势较低 有利排水及出渣 施工人员如火如荼展开工程 台湾施工史上 首次采用的 TBM全断面隧道砖掘机 分别从美国及德国 为隧道量身定制 造价不菲 主隧道的TBM 就要价十亿新台币 而且体积庞大 运抵工地之后 需要分段组装再进洞 先派去受信 然后回来以后 我们人就跟着 国外派来的这些操作手 就跟他们学习 学习到一年多 我们人就上去 然后他们的人 还在旁边知道 因为实在是 这个地址太差了 所以就是我们跟着他写 但岛坑的挖掘 没多久 就让施工人员吃足苦头 1993年1月23日 造价3亿的岛坑TBM 第一次遇到麻烦 其实我们这个小的 这种TBM 就是这个隧道断绝机 进洞的时候 大概挖了差不多 三十公尺左右吧 然后我们就碰到 一个破碎带 然后有大量的溶水 当你知道这地方 产生大量的摊方 或者崩摊 我们叫做 隧道叫做抽芯的时候 那把这个机头 把它压住了 你机器本身的能量 不够的时候 你就转不动 就卡住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想办法去解决 有时候 像有的是 从旁边在挖一个 鱼灰岛坑到前面 把那个破碎带 把它挖除掉以后 那我那个TBM 这个机器再往前面 再推再来挖这样 岛坑TBM才进洞21天 挖了二三十公尺 销刀盾头就此卡住 当时正值1993年农历新年 工程人员初次面对 比刚海印的四棱沙岩 束手无策 只得听从外籍顾问的指示 用传统钻炸法 从侧边挖一条迂回隧道 绕到TBM的前方 清除坍塌区块 施工团队 不论白天夜晚 几乎都泡在水里抢救TBM 但这只是开始 接下来平均每挖100公尺 大约10到15天 就又会受困一次 每次脱困至少是要三个月 最长超过一年 甚至还发生更严重的意外 让整个施工团队 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 雪山隧道路线 需要打通3.6公里长 比刚还要硬的四棱沙岩层 那么地层中 又有极高的含水量和出水量 施工期间历经了98次坍塌 36次大涌水 通车日期被迫延期五次 那么工程人员日以继夜 几乎可以说是泡在水里施工 最严重的一次坍塌 发生在1997年 主隧道严重土石流 买掉了一台造价新台币 10亿元的TBM 全断面隧道钻掘机 在这之后 也曾传出要废线 要废标 不盖了等等声音 甚至有民间人士认为 雪山隧道施工不顺遂 是因为动到了龙脉 坏了风水 继续这个单元 我们来看工程人员 克服困难的过程 1991年7月15日 雪山隧道正式动工 但由于部分山脉 属于四棱沙岩地质 比钢还要硬 1993年1月 全断面隧道钻掘机 TBM 才进洞没多久就卡住 随后4年 陆续发生多起受困意外 1996年2月 第10次受困 整整花了221天 才把TBM挖出来 红色橘色这一块 是全台湾最麻烦的地址 我们叫做四棱沙岩 所谓的四棱沙岩 就是它那个石头 不是整块的 它是破碎的 那个菱角很多 而且它非常的硬 它是含量到 石鹰的含量到82% 它的硬度是7% 我们钢筋的硬度是5.5% 也就是说你把四棱沙岩 跟钢筋放在一起磨 是钢筋被你磨掉的 我们那时候做试验 比较强的是 每平方公分的这种石头 要3000公斤才可以把它压碎它 雪山隧道上面有很多水层 都在橘色的这一块里面发生 岛坑挖了四年 只前进一公里 进度只有原先规划的 十三分之一 不止地址比刚精硬 大量的泳水 让雪碎工程 常常泡在水里进行 雪山水到水压 很大 水压很高 我们雪山到了18吧 我们18吧 就18个大气压力 你可以想 我们18要 我这么形容你们就比较清楚 如果我们水这样喷出来 没有地心引力的话 大概你可以喷180公尺高 我们最高的出水量 每秒钟达到700 我记得740公升 用秒算 你就可以想象 那一天下来水量有多少 工人在里面做好 技术人在里面做很辛苦 那水都是前身都是湿的 那 几乎都是 我们都要穿衣衣了 脚啊什么都泡在水里面 同一时期 雪碎主坑工程 在1993年 也从头城端洞工 同样遭遇难产的 四棱沙岩地质 TBM根本做不动 头城那一边地质情况 是非常的特殊 正好石头又特别硬 但是东部的地震多 造山运动频繁 所以它的断层带有五处 都密集在一起 那断层带多 地下水就多 所以又硬又碰到地下水 那个机器根本是走不动 光走了一公里 就瘫了十次 到了1997年12月15号 主坑北上线的 TBM隧道砖掘机 就遭遇雪山隧道 最大的工程灾难 86年12月初的时候 这一段就不断发生 在我刚刚讲的地点 就不断一直在出水 到了这个12月15号 夜间的时候就发现了 这个水量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叮叮框框 他说你看怎么办 那我就仔细在那里听 那声音不对劲 那时候就 他们问我要不要撤退 我就心里一直很犹豫 撤可能我没有抢救 这个TBM会被埋掉 不撤呢 这么多人 万一埋在里面怎么办 那时候几分钟 他们就一直逼我 他说你敢做决定 敢做决定 后来我就听那个声音 越来越不对劲 我就乖乖说好 撤退 那时候我们一叫撤退的时候 一跑就开始后面就来了 就在那里面一插那间 就开始叮叮叮框框框框 就在一瞬间爆发土石流 整个隧道突然断电 一片漆黑 工作人员为求活命 拔腿狂奔 一落盘下来的时候呢 整个隧道都是回音了 叮叮叮叮哄回音 很恐怖 像天本低劣一样 然后水又一直冲出来 然后那时候呢 又断电了 因为整个线路可以买掉 断了 一片漆黑这样 然后大家这样跑 我们就是这样趁 然后后面就一直通 然后那时候我又几个同仁呢 又在後面 他們在 TB想要把他關機 因為電啊 怕他們衝到前面 後來我們趕快又找了 這些人怎麼沒看到跟著跑 又叫他們趕快又喊 回頭回頭叫他們出來 那真是老天保佑 剛好出來的時候呢 後面就一直探一直探一追 結果他探掉了100公尺 就是在那邊不到半個小時內 他那很快 就像我們骨牌 骨牌效應了 一顆一顆的 不幸中的大幸 這次抽攤沒有人傷亡 但高達12公尺 長達200多公尺的巨大機器TBM 被泥石掩埋 所有設備都遭到壓毀破壞 當時這機器靜動鑽絕 不過才456公尺 那個TBM 榮農處那時候買一台是10億 叫德國的 叫德國原廠來說 你把他救出來 修一修 他說要15億 修比都還貴 他說交通部那時候是 林峰正部長吧 我跟他報告 他說怎麼樣 我說算了吧 放棄了吧 他同意 主坑TBM就這樣報銷一台 後續花了近一年 才將被掩埋的TBM肢解移出 持續不斷的意外 外界陸續出現要求 雪山隧道停工的聲音 交通部也一度考慮放棄 他做不出來了 你是不是要把它廢掉開國際標 還有一個廢線 廢線是交通部看到這樣子 怎麼都衝不過去的 不要做了 改成高架 在國工局堅持下 交通部同意讓榮農處繼續施工 同時也找來國內外專家研究 如何突破這段3.6公里長的四棱沙岩層 那第一次我們找南非 南非在開放很有名 南非他們跟我拍胸 他說打300米 我們是歸於一個月要打300米 但這樣太簡單了 我來跟你打 打了100米以後 他器械投降 他說我沒辦法就走了 後來我們委託台灣研究院 來做研究 他們就推薦說日本有一個叫鬼頭 他說他有機械可以進來打300米 他有一個月有300米 他說如果一個月打不到300米 我切副自殺 結果打到100米 他又打不下去了 博士不好意思叫他切副自殺 他最後也很不好意思說 真的是沒辦法 南非或日本專家 嘗試後都黯然離去 國國施工團隊徹底檢討後 1998年3月決定在四棱沙岩區域 放棄TBM的磚絕法 改採磚炸法 也就是藉由磚孔埋炸藥的方式 慢慢地炸開岩層 而嚴重的湧水問題也有解套 我們要追形灌漿 先把那個碰到的那個開挖面 先插30公分的管子到後面去 把它後面的水壓先降壓 降壓完了以後 把水泥漿灌進去 這30公尺全部浮 浮成一塊硬塊 浮成硬塊以後我挖你15公尺 挖掉15公尺 再往前插30公尺 就這樣用鑽炸法 搭配追形灌漿工法 施工團隊在地底緩慢地匍匐前進 每個月能前進10公尺 在頭城這一邊 大概有3.6公里 它叫做四棱沙岩 這一段就每一條隧道耗了8年 每一條都耗8年 本來工期只有8年了 你看看 現在耗了8年 所以整個工期延長了一倍 工程單位已經改用人工鑽炸的方式 繼續挖掘 交通部在經過會刊之後 宣布平民隧道工程可能會被迫延後完工 不管平民隧道是不是碰到困難 北宜高速公路應該如期在91年年底要通車 這是我們地方政府非常強烈的要求 最初規劃1998年6月通車 眼看公期落後通車時間一延再延 宜蘭地方人士成立北宜高通車促進會 監督工程進度 這十八年的時候 我們才成立一個處境會 杜蘭政府 鼓勵工程演員 不要...不要失誤啦 不要失誤啦 要是因為大家都責罵嘛 我們平常生活大家也說 你們事實上的工程是有挑戰性 有難度在裡面 當時還有民間傳說 雪山隧道施工不順遂 是因為洞到龍脈壞了風水 很多人他都來做法會啊 做法師啊 說我們把人家龍脈斬斷啊 從高雄來的老師傅啊 說裡面有侯經啊 做怪啊 所以裡面都一直做不動啊 那我都跟著去拜啊 我們都去拜啊 工程師也就跟著拜啊 你不能不拜啊 這些很多這些事情啊 那當然這個是從民俗的宗教來看 那我個人的看法就是那個斷層 無論是外界的責罵或關心 當時24小時全年無休輪班工作的工程團隊 身心都背負極大的壓力 花了8年突破四棱沙岩區域後 終於能夠加快進度 團隊決定加開工作面 也要從平林端開挖 但隧道洞口旁的北市溪是翡翠水庫的主要水源 為了不讓營運後產生的廢污水造成污染 特別設置排水系統 那平林這邊呢 我就跟鄉公署鄉長跟鄉民代表 跟他們鄉民一起研究說 讓我也從這邊來處渣 但是我的條件是說 我這個車輛走出來 運這些土石沙石出來的時候 車子會洗乾淨 而且出來的污水我會處理乾淨以後才放流 所以不污染水庫的水質 連這個上面的這種橋 橋的兩邊的側溝 全部水是蒐集的 蒐集了以後 在下面這邊有一個污水處理場 全部雨水都蒐集 經過處理場以後再排放到北市溪 這在80年代 這是全台灣最先端的一個設計 那這裡面只要有阻斷北市溪任何一個小溝 我們都還要安置魚梯 讓魚能夠互通魚梯 所以在那時候等於是最環保最環保的一個公路的設計 為了增加工作面 除了平林投城兩端開挖 設計在隧道中的三組排氣通風樹井 選定高度最低的二號樹井 同步展開施工 那二號選的地方是 它的深度是只有260公尺 那三號是450公尺 那我們就選擇從二號 從樹井垂直下來以後 一個井下來以後 我們又分成兩邊來自工 那這樣工作面就 投城一個工作面 平林一個工作面 下來以後 又兩個工作面 那旁邊又有車型的 車型的橫坑 我們又 車型的橫坑從這邊 又增加工作面 我們最深的就是一號隧道 我們挖了512公尺的繩 從上面下來 101的高度才508公尺 那所以它比101還深 一號通風樹井深度512公尺 除了超越台北101高度 也創下國內最深樹井的紀錄 但預定施工位置 四周茶樹環繞 引發了平林茶農 長達6年的茶園保衛站 擔心樹井排出的隧道廢棄 造成空氣污染 影響茶樹生長 大陸的隧道 把那個路要拓寬 那它車子進進出出 又會有那個灰塵去污染到 那個茶樹嘛 所以說 那時候地方上就 就有很多的聲音出來說 那個茶樹都被污染了 所以錯過了 灰塵啊 就是前面都被灰塵蓋住了 那排水系統又改到了 水又不通嘛 那個茶園又會積水嘛 所以積水那個排水系統都改到了 所以那個時候霧染的那個 茶園損失很大面積很大 為了消除平林茶農遺慮 施工團隊決定增加一條水瓶排氣隧道 將一號樹井出口轉個彎 廢氣排到山脊背後 這才平息抗爭 第一號隧道就是那邊的茶籠 怕我們把廢氣打上去以後 影響到茶的生長 所以我們除了槌子隧道長 水平隧道打了將近一百公尺 打到山谷裡面去 從2001年開始工程進度加快 各級主管不分就業到現場視察督導 發夾菜金獎金鼓勵工程團隊 你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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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然而工程並非就此一帆風順 平林又發起抗爭 要求設立交流道 甚至在2003年發動了諮詢性公投 雪山隧道 雪山隧道耗時15年 歷經近百次的坍塌事故 折損了13名施工人員 終於在2006年6月16號 國道5號高速公路全線通車 這關鍵的雪山隧道創效了許多的記錄 包括它是全球規模最大的雙孔公路隧道群 隧道1號豎井高達512公尺 超過台北101大樓 從隧道開挖出來的土方數量 相當五座中正紀念堂 另外高水準的安全系統也受到國際認可 繼續為您介紹工程漸入佳境的雪山隧道 相較於宜蘭人引頸期盼北宜高速公路完工之日 越到雪山隧道工程後期 坪嶺居民的憂慮越深 擔心坪嶺因此少了人氣逐漸沒落 那時候就是因為已經快完工了嘛 整個那個雪山隧道從石定過來到坪嶺 那坪嶺雪山隧道已經快要貫穿了 那時候整個交流道的族行也都出來了 但是我們那時候才了解說 那個不是一般的交流道 是名稱叫行控中心是有限制型的 所以地方上就引起很大的反彈嘛 那時候就我們就辦了第一次的 台灣有史以來的一個公投 2003年9月13日坪嶺舉辦諮詢性公投 徵許北宜高速公路坪嶺行控中心 開放為一般交流道 投票率6乘4 3300多人投票就有高達9乘8同意 同意的那個比例是98% 但是中央還有那個高層他們都認為說 這個是地方上自願的諮詢 不是不具有代表什麼 那個公權力的什麼的公投 那時候是我們的民意表達 在坪嶺設置一般交流道 涉及大台北地區的水源保護區 一旦污染造成環境負荷影響重大 儘管坪嶺居民用公投表達意願 政府並沒有就此同意 直到多次環差分析後 環保署才在通車後的2005年1月 同意以每天4000輛車的總量管制方式 開放平臨交流道 2003年到2004年 雪山隧道島坑主坑北上線 南下線陸續分段貫通 2004年9月16日全線正式貫通 也因為工程艱困突破不易 工程人員認為貫通擊碎的石頭象徵喜氣 當成紀念品贈送 口而相傳成了民眾真香排隊索取的好運石 這個貫通石 它拿到家裡面去放的 那個也會生男孩 所以鄉民很多人都想來擁有這個東西 貫通的時候那是很高興的 當然是一個喜事一專 所以傳統的習慣認為貫通石是 會帶給人家好運 所以一直就是貫通石的時候 就有很多人要求送給他們 我們也很慷慨的 如果貫通石我們就裝了 就有人要我們去送他們 被認為是全世界高難度的公路隧道 雪山隧道在2004年全線貫通 工程團隊不敢鬆懈 繼續完成基電與交控工程 2006年6月16日 雪山隧道全線通車 歷經15年雪山隧道終於要通車了 蘇院長為了這項世界級的創舉 也來個創意 載著三位前院長一起穿越雪山隧道 我才有機會 蘇貞昌、謝長廷、游錫坤、張俊雄 四任行政院長搭乘吉普車 穿越雪山隧道 從1991年動工到2006年全線通車 歷時15年 13名工程人員殉職 一台TPM隧道專掘機爆銷 幾度讓頂尖工程師挫敗 國人突破難關 成功專詐貫穿 那時候幾乎全世界隧道界 都在注視雪山隧道 首先隧道真的是沒辦法完成 這種地址 那我沒人 我們不能丟這個臉 不能丟這個臉 你不把它完成 讓人看笑話 我們不能丟這個臉 所以那時候 當然邀請雅根 才把這個工程給亂職 這個是在國際上 大家都認為 的確是很困難 所以我們有這個能力來參與 也是蠻好的 只是 是很辛苦 有別於一般隧道 多維單調的灰白色混凝土牆 長12.9公里的雪山隧道 每一公里就有避世圖案 台北往宜蘭的南下線 是原住民服飾圖案 宜蘭往台北的北上線 則是漢族服飾圖案 帶有東西部民俗風情 因隧道而更緊密的意涵 每一個園住民的圖騰 就是一公里一個 一公里一個 那也透過一個加強燈光的一個顯示 讓用路人可以看到 這個也有不一樣的東西 大概也有那種功能 就是女房子她打嗝睡了 平臨行控中心 透過智慧型營運設施 閉路電視牆 24小時監控路況 雪山隧道更是唯一安裝廣播系統的隧道 雪山隧道廣播 雪山隧道廣播 雪山隧道速限為90公里 可以播放訊息給進入隧道的用路人 以確保安全快速通過雪山隧道 若發生突發事件或意外 隧道兩端及中繼點 都有自衛消防編組 全天候12人備勤 能快速抵達現場 並做初期消防工作 我就要求就是在隧道的南北口 就是進洞跟出口 跟中間安排了摩托車的消防隊員 因為消防隊員帶著氧氣筒 他們發生了狀況 因為隧道的旁邊 都有一米半的人行道 人可以走 那摩托車正好可以走 所以萬一塞車的時候 他的摩托車第一時間就可以趕到 水山隧道一年有四次防救災演練 務求短時間內排除事故或佛警意外 隧道內消防逃生設施完善 每隔50公尺設置 備有警報機的消防栓箱 每175公尺有緊急電話 若一般照明失效 或是隧道煙霧瀰漫視線不佳 步道上還有緊急照明燈 搭配指示標誌燈 引導民眾逃往隧道內的 人行聯絡隧道避難 民眾在緊急狀況時 可能驚慌失措 一進入雪山隧道人行聯絡隧道 可透過牆上標示 了解下一步該怎麼做 在2017年9月 更新增36具影像式緊急聯絡電話 民眾通話時可看到 行控中心畫物員影像 這個隧道的聯絡道 第一個就是提供用路人 在一個危險的情況下 讓它到裡面去避難 裡面我們設置一些安全的壽司 一個聯絡隧道也有兩支CCTV 都可以觀察到這裡面 有沒有人在那裡避難 雪山隧道內 每隔350公尺 設有人行聯絡隧道 共28座 每1400公尺 則有車行聯絡隧道 共8座 除了車輛出散 也作為消防車輛 快速橫向穿越隧道救援之用 假設是南下花庭園景 那北上掛了的消防水車 它其實不用到南下去救我 它只要在北上線 那一個聯絡隧道它停下來 那就可以佈水線 透過聯絡隧道 就有金屬的連接管 它可以透過這樣佈水線 直接到南下線去做內容 然後它也提供這個 就是像我們編主 一個機車穿越的方便性 雪山隧道交控系統 還有許多台灣唯一 唯一設有自動執法照相的隧道 唯一將閉路電視系統 配合隧道內機房 分為三個獨立監視區域 任意區域的故障 都不影響其他區域的運作 整個隧道的交控及機電系統 所架設的電纜 總長將近兩千公里 大約可以環繞台灣兩圈 國道五號 雪山隧道改善了宜蘭連外運輸 縮短台北與宜蘭之間行車時間 也舒緩了東部鐵路 與北宜濱海公路的負擔 雪碎便利性為宜蘭帶來人潮車潮 帶動觀光 土地 產業 經濟 蓬勃發展 徹底改變了宜蘭的樣貌 對我們的交通方便性是會提升很多 而且安全性更是重要 這幾年來在通知之後 我們發現真的坦白講 檢查很多萬能生命 錯誤減少很多 因為大家乘車路走遜水 走那個高速公路 他殺死車等等 就好走旁邊的公路 但原先浮石寧靜的宜蘭 變成人身頂沛的觀光城市 噪音 塞車以及高護架 種種負面效應讓不少宜蘭人 得重新適應生活的改變 在地的 民眾會覺得說 這個 停車路不好停 物價又比較貴 這個 這個什麼 融色增加很多等等 在地的民眾會覺得說 自己的生活受到負面的衝擊 但是正面的衝擊也是滿大的 雖然現在會塞車 基本上 比以前的交通方便得非常多 觀光旅遊 經濟的發展都有很大的幫助 整個台灣可以進行做整體發展的一個狀況 一個機會 台灣不會因為山阻隔 讓我們東西南北也有所差異 讓台灣人可以在共同生活圈下 往前再走 我想這是最大的意義 被大英百科全市 列為最艱難的公路 最艱難的工程 在國際的工程界 它是有一定的地位 也讓人知道說 台灣的工程團隊 工程師 也是偉大優秀的 無數專業工程人員 是雪山隧道的幕後工程 不屈不撓 製造了台灣交通史上的心理塵碑 用生命及汗水 所建造出的雪山隧道 也讓台灣工程技術 在世界隧道挖掘時 留下歷史一頁 雪山隧道 被包括大英百科全書等 名列世界最高難度隧道工程之一 確實凸顯了台灣人堅韌不屈的精神 而2006年後的宜蘭 納入了北台一日生活圈的範圍 地方上的經濟建設 土地開發以及觀光發展 都在飛速的變化當中 值得我們觀察 我是胡婉玲 這集台灣演藝介紹到這裡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再會 四場的節目 第四場節目 是記住的 我們請問